繼續回到今天最後一節的問答環節 身邊的嘉賓還有Jason 我們現在接通了家庭觀眾的電話 有一位鍾先生 Hello Jason 你好 鍾先生 你好 想問939 好 我在5.6那裡做 現在的策略是怎樣 5.6應該是這幾天的事 回調了很多才來入貨 但是現在做5.53 今天來講相對都站得比較硬 因為有傳社保基金的方面 都是接它的股份 都是一個好消息 5.6買了應該怎樣部署 5.6買了的作價又不算高 因為在淡馬石之前 美國銀行去沽售的時候 他都接了這一批貨回來 就是有淡馬石增持這方面的股份 對它的股價都會有一定的支持 但是有幾無奈的地方 就是整個大市似乎還是有個 市底的風險在那裡 當你說大市還沒跌定的時候 你買這些叫做恆子的成份股 裡面比較重磅的股份 整體的風險都比較高 就算你說它的跌幅 不是真的遠遠叫做跑輸大市 但是當大市真的要跌的時候 它都一定會跟著整個大市 而有個下滑的趨勢 但是你見得到 今天方面股價都叫做 勉強站得穩在二天線 大概是五個四毫半左右的位置 這些位置 所以它今天的表現 就不算太差 但如果你看回過去幾天 特別是上個星期四 見頂之後跌下來 其實整體的成交相對增加了 而且都見得到連續三支陰燭出現了 即是意味著整個的形態方面 暫時都不可以叫做強勢 當然你說接下來大市 都還是有個比較反復市底的傾向的話 這隻股份我自己覺得 都還是有機會試回大概五元左右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說想著短炒的話 我都建議可以擺定一個指洩位 擺定在五個四 即一跌穿二十天線的位置的時候 可以先走一走那些貨 如果你說想著長線去投資的話 我會覺得都可以看回五元這些價錢 看是穿不穿不穿的話 暫時可以觀望著 是 好啊 阿仲先生 請明坐 OK 還有什麼想問的 想問多一隻申華 好 沒問題 找一隻申華 申華是嗎 1088 想在什麼位置買會比較好 這隻 煤炭股方面 你覺得值不值得買 看到資源股都跌得很厲害 今天相對來說 神華都很硬 這隻升了兩毫子 34.6毫半 神華方面 屬於國內一間最大的煤炭生產商 當然你說國內煤炭價格的走勢 一定會影響到這隻股份的股價表現 你見到國內的煤價近幾個星期 都有很明顯的下跌 還有要留意 國內的煤需求 是很受到用電量和整體的水泥生產的大動 當然如果整體的製造業開始放緩 或者工業的生產開始減少的話 整體的用電量也都會因為這樣而有所下跌 對於煤炭的需求 煤炭的銷售來講都會有一個影響 另外見到近期的水泥行業 亦都做得不太好的情況下 亦都會令到煤炭的負運方面有所減少 所以我自己覺得煤炭的價格 高峰期我自己就覺得已經在上個月過去了 當你說國內由夏天踏入秋天的時候 正值就是煤炭行業的淡貴 我自己覺得在接下來九月份十月份裏面 煤炭價格仍然有個下行的空間 所以你說這些位置這麼快去買這些煤炭的股份 相對的風險是比較高一點的 那看回那個股價走勢來講 他見得到上個星期五的時候 亦都出現了一支非常大的 就是陰燭跌了下來 雖然你說見得到今天股價 是試低位之後都有個反彈 甚至乎現在都叫反彈上去接近35元這些位置 但是由於說之前的沽壓都叫比較大的關係 所以我自己覺得 今次的反彈的幅度未必說會是十分之高 那去到可能35元 35個半這些位置的時候 都可能會遇到一個比較大的阻力 那到時候如果再跌下來的話 我相信要試回之前那些低位30元的機會 都是相當之高 所以你說這些位置買的話 我就不建議住了 打算中長線去到是投資的話 都不妨是讓股價落去大概30元 至到31元這些位置 才是小鑽買入 是好啊 阿鍾先生 清楚嗎 清楚 謝謝Jason 多謝你的電話 謝謝 拜拜 有任何問題 家庭觀眾可以繼續打電話來 把握最後的機會 是問Jason問題 另外想跟Jason說說 就是特別是一些水泥板 今天真的不知道什麼事 其實這幾天都是的 不停被人洗倉 昨天是有幾隻 好像中財和西部水泥被人洗 今天又輪到山水水泥和亞洲水泥 真的非常之慘烈 龍頭那兩隻 3323 中國建材 安徽鶴914等等 跌幅都是非常之厲害 安徽鶴跌1成26.4 3323方面跌9%,10.64 怎麼看呢 水泥股 沒錯 看到這類水泥股 最近這一個月來講 股價表現都是完全是跑輸大事 每次跌下來的時候 成交額都有很顯著的增加 也代表著 可能之前掃貨的基金 特別是國內方面的基金 沽貨的情況非常之普遍 以及整體的 訂貨的力度非常之猛烈 暫時來說 這類水泥股 我自己就不是太過看好著的 特別是說 國內方面的水泥價格 今年上半年沒錯 是升得非常之強勁的 都令到一種水泥股 整體的毛利率方面 又或者純利增長的表現方面 都是非常之強勁 但是最高峰的時期 我覺得已經是過去了 特別是說 當國內的緊縮政策 仍然持續 又或者經濟增長到下半年 放緩的話 對於基建投資的項目 都會有所影響 特別是可能 當那些地方政府 沒什麼錢的時候 要再開發一些新的項目 或者要投入保障性住房 方面的資金 都可能不是這麼夠 這方面也會直接影響到 水泥股 或者其他建築相關股份的表現 所以暫時來說 這類型的股份 我會覺得跌幅 雖然近期跌了多少 但是以裝線來說 我相信這些價位 仍然不算很吸引 或者很抵買的水平 如果真的要買的話 都是忍受先 讓股價再跌多 起碼超過一成以上的時候 才可以考慮 好 先回答個電郵 Jason 我們在全人總結的環節 會再講多些水泥股方面 有個鄭先生 他說想幫我女兒儲錢 中長線投資 問兩隻銀行股 1398公刊和中銀 3988哪隻值得比較持有 如果兩隻純粹去比較基本因素 1398我就相對比較看好 因為說到底 中國銀行都是持有比較多 一些非人民幣的資產 很多貸款項目 借回一些外國方面的金融機構 或者一些外國的企業 代表著當人民幣升值的時候 它就不能夠受惠不特之 還是有負面的影響 也在解釋為什麼 3988過去一段時間 或者幾年的時間 股價一直都是落後於其他的內銀股 所以你說基本因素方面 1398相對來說是比較直播一些 如果你說長線打算投資 打算去到資本增值的話 可以讓股價去到4.6左右的價位 可以開始增持 當股價每跌到1成左右的時候 也可以盡量增持 我相信長遠來說 這類股份仍然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謝謝Jason 我們這次時間也差不多了 稍後回來會有總結的環節 Jason會和大家總結一下今天這麼波動的市況 看看大市方面 看到又升了 我希望繼續擴大 升近69點 19685點 成交有644億多 期指方面 低稅81點 做19601點 升近70點 成交量86000多張 市這樣發糧化去 現在都升75點 真的不夠他玩 暫時觀望著 始終你說今個星期還有這麼多數據 這麼多消息要公佈的話 似乎現在你說要想短炒的話 都以為非常小心 是的 都是危險一點 都不知如何捉路 我們稍後回來會再說多些 家庭觀眾 記住收看我們全日總結的環節 我們現在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再見